喂 你好 哦 六位是吗 好 行 我给你留着位置 嗯 好好 再见 你这里交钱是吗 哎 你好 对 一位 三百九十八 谢谢 OK 好 十五年密码 嗯 好 谢谢签字 嗯 好 谢谢 太帅了吧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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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能理解 你下去吧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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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全quis柄 你好 你们要问有个约吗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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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来来来 阿姨 这还是我闺女吗 阿姨 摇篮穿这身是不是巨石毛巨石 是 当然了 我闺女随我 穿什么都好看 穿着来吃饭有点过吧 不过不过 我跟你说特别外瑞故的 真的 你年轻 你妈就年轻 这衣服哪是那么的呀 哪天我去随便我给你买这一段 行了行了 我给你买 我给你买 别骗乱了 你好 请问是三位吗 对 这我们三 我来 怎么能让你来呢 咱不说好了吗 今天我给阿姨接风洗衣 你要掏了钱 那我这男子气概往哪儿搁啊 男子气概不是看你能花多少钱 是看你能挣多少钱 你现在一月挣多少钱啊 在便利店辞职以后 你正经工作过一天吗 不 我又不缺钱 你是不缺钱 你缺的是挣钱养活自己的能力 那将来我有能力了 我挣钱养你 你想好了 我可吃得多啊 那感情好 你还帮我圆一梦呢 我从下就梦想着 做动物园四个人 可不你 这个女士她已经富过了 看看你们俩那酸劲真开胃 行了 二位 别愣着了 我都饿了 快走 老大人今天挺大方啊 对了 我去个洗手间啊 你们俩找座吧 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想腾空了肚子多吃点是不是 噓 真是 多拿海鲜啊 我吃那个生鱼片 你别老弄那个 叫什么寿司啊 那是那个紫菜卷的一个大米饭 看着能撑肚子 习惯去 咱就败了 别那么没出息了 走 咱们坐就那边 不不 中间那边 行 那个没点劲 拿它一起包一下 那就这个 好 我去拿吃的 一起去吧 别别别 你等着阿姨吧 阿姨万一找不着呢 我去拿点水果开开飞 你叫我女朋友 看到了吧 好像皮肤挺好的啊 顿头也还行 姐 咱俩之前说好的事 你可不许反悔啊 我离这么远 根本就看不清楚 要不然等一会儿我过去一趟 假装咱们偶遇怎么样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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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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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人爱抛肝问底 万一再吓着你怎么办啊 我就随便跟他聊两句 不就完了吗 我可管不住你拧上嘴 不是 姐 咱之间不都说好了吗 今天就大概预览一下 看我掠搜头差不多了 咱们也能够顺呢 姐 我们俩啊 现在还处于 谈感情的阶段 我还没跟人家说 你是个成功女企业家呢 你说现在这小姑娘 都挺实际的 万一要多想了 吃亏的不还是咱们吗 也对啊 哎 行啊你 现在都想到你姐前头来了 有进步啊 那好吧 那就按照你说的做吧 那我先回去了啊 水果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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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挺好的汤着还没喝呢 都撒了你 没事没事没事 没关系没关系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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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巧的啊 是是是 怎么着额了我的钱 是不是够你天天吃自助的呀 知足吧 我现在减肥呢 要不然额的比这还多呢 哎 你 你这是什么话你 哼 真丧气 这大白天了 撞见鬼了 男鬼女鬼啊 女鬼 阿姨 那您就多吃点蒜 辟邪 吃蒜 辟邪 您也吃点水果 哎 好嘞 行 鹿小贝 你这招的都是什么人呢 你谁啊你啊 神经病吧 对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呢 我这不跟你计较 怎么着还上赶着挨骂呀 哎 哎 这这这这不是那个什么婚礼的新娘子吗 啊 啊 陆小贝 这不会就是你女朋友吧啊 啊 她都多大了还是一二婚 比我都大 还好意思说比你小两岁啊 我没说她比我小两岁 我说她属狗的呀 属狗的 我看你才是属狗的吧 你贱不贱啊你 哎你说你跟什么人打交道不行 非得跟这一家骗子打交道 哎哎哎你说什么呢 谁骗子啊 你说谁骗子 谁是骗子呀 你说谁是骗子呀 谁骗的我十万块钱呀 你说我是吧 我是骗子是吧 那行啊 你说法院告我 你怎么不告啊 我告诉你 这叫赔偿费懂不懂 算了吧你 我也告诉你 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有什么样的妈就有什么样的闺女 哎 我告诉你 你说我什么都行 你绝对不能说我闺女 郭小贝 她是谁啊 我是谁 我是陆小贝她亲姐姐 我说呢 连懵带骗的 让我穿上这身衣服 原来是想让我配合你演戏啊 不是我 哎哎你可别这么说话 别屎盆子都扣我地头上行吗 我告诉你 就冲你们娘俩骗我钱这事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妈 她说你拿了他们十万块钱 有这事吗 但是那不是骗 那个是谈判 我是让他们赔着咱们那个 婚礼的损失费 行 我知道了 你觉得我们不该要这钱吗 你们把婚礼视频放到网上 害得我们家人几个月不敢出门 对我们造成了伤害 你考虑到了吗 那你也不能把我弟弟当进去吧 她才二十多岁啊 乐小贝 你知不知道我多大 我知道啊 你生日还是我给你灌呢 那你觉得我老吗 我就喜欢成熟的 听见了吧 我既没逼她也没骗她 当事人都不觉得吃亏 你着什么急啊 哎呦 她懂什么呀 她一个小屁孩 你知不知道呀 为了哄你高兴 偷我的东西拿出去卖 刷我的卡给你买东西 你好意思吗你 你那么大人了 是不是成金占她的便宜啊你 陆小贝这跟夏良不正回家 问你上篮去 跟我有关系吗 你 陆小贝 我关你要过东西没有 没有 我关你要过钱没有 没有 向你暗示过我喜欢什么 自己不舍得买吗 也没有 听见了吗 回头算算陆小贝花了多少钱 我一分不少还给你 有骨气是不是啊 你还得起吗你 就她偷的那两个镜头 就值六七万呢 行 我知道了 回头我买钱送你们店里去 你干嘛要来 妈咱们走 快我们该进地方吃饭 不是 杨洛你别走啊 杨洛你别走啊 杨洛你干嘛去 杨洛你干嘛去 坐下 坐下 我告诉你今天敢走的话 别让我这个姐姐 你怎么能管人要钱呢 这是为什么跟我商量 合了人家那么多钱 晚上睡得着交啊 你 你的孩子说话太难听了 什么叫鹅呀 那什么 不是鹅是什么呀 我在店里上班 不是没见过敲竹杠的 现在人家以为是我让您去的 会怎么看我呀 我又不知道那是陆小贝她姐姐 不管她是谁 都不能得理不饶人 你是不是跑到那儿去闹了 你是不是还威胁人家来着 没有啊 我还不让你 你要不去闹她 人家会拿十万块钱了事 这 这 要都要了 你 明天把钱取出来 我去给人还了 钱没了 钱呢 那个 我买理财产品了 现在在银行里那钱拿不出来 那不是给咱俩攒钱呢 我用你攒 哎 关键那陆小贝那钱咱们不应该管哪 那又不是我让你偷的 你是不是不是你也不是我 咱们干嘛呀 干嘛 不是 你说你跟什么人打交道 我不是 分得跟这种人在一起 她是哪种人啊 我怎么就不能喜欢 比我自己大十岁的人啊 哪条法律规定 我不能喜欢比我大的啊 不是她是个骗子 你知不知道呀 她把我俘虏了 我从前她第一面起 就对她有好感 姐 你不喜欢她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她 是 我是不了解她 但是她妈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很清楚 你不能因为跟姚阿姨有过节 你就对她产生偏见啊 你怎么那么傻呢 你怎么那么天真呢 我告诉你这年俩 那存心就是勾着你一点点花钱 直到把你给掏空为止 姐 姚岚认识了陆小贝 是个父母离异 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的穷小子 当初咱爸把我从家轰出来的时候 我连裤衩都没穿 人嫌弃我了吗 人家自己花钱给我买饭吃 给我找工作 给我找住的地方 人家什么都没说 甭说她现在是我女朋友 我给她买点东西 就当初她婚礼上 我干那些傻事 现在补偿补偿她有错吗 可以啊 你想赔钱是不是 我给你 你开个数 问题是你不能把你自己搭里面吧 你说一个女人比你大十岁 万一哪天再弄个孩子出来 把你给拴住了 你说你这辈子是不是就毁了呀 你能不能不把人想那么脏啊 人家现在连一颗手指头都不让我碰 他可真有手腕啊他 我告诉你 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放长线钓大鱼 你以为都跟你似的 你掉下我姐夫那是金龟絮 袁帅天天舔着脸 勾着塞帮子 给你这儿当牛做马 您连和孩子都不给人收 您多能耐呀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你啊 这说你的问题呢 你提他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这话的意思就是 我不是袁帅 我的事你管不着 你干什么呀 我走了 你真长本声呢你是不是 你咱们本声一直都要本声 你 我管不了他 我不行我爸也管不了他 行行行行行 不是你还真打算把这事 冲到咱爸那去啊 你要是这么做 你就等于把小贝从咱家给扔出去 推到人家怀里去了 你看他那样子 还用得着我推吗 早就一头扎人家怀里了 媳妇啊 你得先弄明白 小贝 她为什么找些岁数大的呀 你看啊 小贝从小 她就是这个叛逆 自从咱爸咱爸离婚之后 她在家里边 她就找不到温暖 按理说呢 你这当姐姐呢 应该给她一种家的感觉 可是呢 偏偏你又是一个泡桶子脾气 这个男人啊 他就是想找一个温柔的窝 他家里找不着 他肯定他就跑外边找去了 我怎么听你刚才就话里有话呢 你是不是也嫌我不过温柔 准备到外面找一个温柔窝呀 你说你怎么扯到我身上了 我这不是帮你分析呢吗 咱接着说小贝啊 离家出走多少回了 万一这次闹厉害了 他来一个一不做二不休 就他那脾气 谁宁得过来啊 咱爸咱妈 已经都吵成那样了 你把这事再捅给他们 他们因为这事再吵架 到那会儿 不枉你弟弟拉不回来 到时候咱爸咱妈 因为这事吵架 哪个再倒下 这不都是你的村啊 这就叫 偷鸡不成十八米 陪了夫人又折病 怎么什么话 一从你嘴里出来 我就成两头不是人了 你就是总犯这毛病 什么 不是不是不是 你别生气呀 我跟你说啊 小贝从初中开始 就找女朋友啊 可是哪一个 不就是两天新鲜 然后就腻歪了吗 所以说这事啊 咱们不能拦 沉不住气 静观其变 这事你要是赌 那可就泛滥了 你说古往今来 多少例子啊 梁山博与周中台 罗苗与朱丽燕 那不都因为家里边人 沉不住气 非得拦着 结我把孩子给折腾死我了 那我也不能 游是他性子 人家胡来啊 人家小贝是吧 是男孩儿的 真的是出什么问题 他他他有什么损失啊 人家还能把他剩一个了 我说 行 不是合着不是你弟了 那是我亲弟 你当然不成亲 对啊 他是你亲弟弟 不是你亲儿子 所以说你啊 你得先摸清楚 对方是什么路数 他不是咱们公司 给办的婚礼吗 客户资料里 什么东西都有啊 你先查清楚 他到底实际什么情况 然后咱们再对症下药 你不能说上来 你就惊动太上皇 跟皇太后 对不对 咱们是做晚辈的 要多体谅体谅父母 只能报喜 不能报忧 是不是 嗯 先有劲 嗯 去拿开心笑笑脸玩会儿 为你做一按摩 哎 你先帮我倒杯水去 那喝完水咱们做按摩呗 袁帅 哎 小张 是我 帮我查一个客户资料 姚 姚蓝 右拉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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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拉 我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也就十三万块 还差两万 能不能借点 两万 哪借去啊 咱们家没亲戚你就不是不知道 广场那些老头老太太 他们那钱都拴在那条股上 你跟他们借你甭想 借不来 你别那么实心眼儿 干吗呀 非得租金租粮的给他们十五万呢 再说小贝偷钱你又没让他去 你凭什么替他还呢 我都算过了啊 小贝跟我在一起这段时间 根本花不了那么多钱 他是不是给你塞过钱啊 你不说话那就是有了 来吧 收了多少说清楚 该吐出来吐出来 那小子为了帮我夺回股场的零五 帮我买了一车油 买什么了 买你 你别那么厉害 买了一车油 几十双五鞋 三十副耳机 还有音箱什么 但是那些东西都送人了 要不回来了 行 你真大方啊 妈你这是把秦闺女给卖了 你知道吗 我是你亲身的吗 还是你出手机花费送的呀 不是 我没跟她要吃的死地白裂给我的 我没让她去偷钱 您记着啊 这钱是我替您还上的 回头您的银行破理才到期了 你赶紧把钱给我取出来 把窟窿堵上 这哪儿来的 小贝给人家的房租 就咱家那破储藏室 能租这么多钱 到底哪儿来的 就上回逛街 你给她 她又塞给我了 妈 你真是要气死我呀 那个 钱你 你先数着 我去个洗手间